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紧跟着 卡车突然失灵 赤身裸体的肌肉男 突然出现在街上 该说不说 这男人身材是真健壮 男人走到三个小混混面前 想借件衣服穿穿 小混混一点不识去 被肌肉男掐住脖子 就丢了出去 又一个黑骨掏心 抢了衣服就跑 诚实的另一处 又一阵闪电 凭空又掉下来另一个戏狗 戏狗呢 抢了乞丐的裤子就跑 此时的警察刚好经过 戏狗拔腿就跑 躲在角落里 一个头鞋 抢走警察的枪 询问他 现在是哪一年 刚想跑 就被警车围住 只能躲进一家商场 巧妙地在警察眼皮丝底下 套上一件风衣 又穿上一双鞋 从后门爬枪逃脱 顺手偷了警察的现弹枪 来到电话亭 将电话簿上 写有萨拉名字的一页 撕了下来 此时的肌肉男 来到一家武器店 霸气的要求 所有好枪都来一把 老板还以为 是财神爷来了 顿时来了精神 没想到下一秒 就吃了枪子 随后 既有男也来到电话亭 在电话簿上寻找 找叫萨拉的人 随后根据地址 一枪杀了他 杀了电话簿里 一个叫萨拉的人 萨拉究竟是什么人 大家都在找他 很快 枪击案就上了新闻 另一名叫萨拉的女子 看见了新闻 还没有意识到危险 精心的打扮 想要去和男友约会 却被男友放了鸽子 骑上摩托车 就想去散散心 萨拉回过头 觉得身后有人跟踪自己 此时 戏狗正开车 跟在他后面 萨拉来到餐馆吃饭 电视里正在播放 又一名叫萨拉的女子遇害 萨拉立刻慌了神 查找电话簿 发现 下一个就是自己 刚想打电话报警 电话就是坏的 他只能找其他电话 很快地就发现 跟踪自己的戏狗 一头躲进一家酒吧 立刻报了警 此时的肌肉男 找到萨拉家里 把闺蜜男友 立刻从床上揪起来 丢向镜子 随后 一枪送闺蜜归西 这时 萨拉的电话打来了 告诉闺蜜 自己在黑科技酒吧 让他们赶快来救自己 正好被肌肉男听见 他翻找萨拉的证件 看见萨拉的照片 真是踏破铁鞋 无腻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酒吧里 肌肉男一眼就认出了萨拉 掏出枪 熟练上膛 激光瞄准了 萨拉的额头 千钧一发直见 西狗先不开枪 一通扫射 将基肉男打倒在地 所有人惊慌而逃 没想到 肌肉男 竟毫发无伤的站了起来 对酒吧展开了屠杀 很快就发现了逃跑的萨拉 一枪就打中了 萨拉身后的女人 压得萨拉动弹不得 眼看萨拉在劫难逃 西狗有一次救了他 对着肌肉男 就是五连喷 基肉男被瞬间打飞 西狗拉着萨拉就跑 打成想下一秒 基肉男又站了起来 紧紧地跟在后面 西狗一枪打爆了 前车的油箱 瞬间燃起大火 基肉男紧跳出火海 一下跳到车上 一拳打破车窗 死死揪住萨拉的衣服 西狗一个甩尾 甩飞了基肉男 正好呢 路边停了一辆警车 基肉男一把把警察揪出来 抢了警车就去追萨拉 萨拉的情绪崩溃了 不明白为什么被追杀 西狗一边逃命 一边说出死情 西狗名叫凯尔 来自四十年后的未来 穿越回了现在 是为了保护萨拉 基肉男是终结者机器人 体八百 同样来自未来 目的就是为了杀掉萨拉 他半人半机器 内在钢铁骨架 外在人类皮囊 具有人类的血液 肌肉和皮肤 不如杀死萨拉 绝不罢休 可为什么 要杀死萨拉不可 萨拉只是一个 无足轻重的餐厅服务员 原来 未来的世界 机械高度发达 突然有一天 有个叫天王的人工智能系统 有了自己的意识 对人类展开灭绝计划 少数存活下来的人中 其中有个人 带领大家奋起反抗 破坏了机器人的中端系统 那个人就是萨拉的儿子 T-800的任务就是 杀死萨拉 阻止他儿子出生 萨拉一听 这人简直就是疯子 自己还没结婚 哪来的儿子 抓起凯尔的手臂 一口咬了下去 就想逃跑 此时 T-800也追了上来 一枪打破了车窗 凯尔赶紧发动汽车 一头撞向T-800 优门柴到底 狂奔 T-800紧随气候 不断射击 凯尔呢 过断让萨拉开车 专心对付T-800 一枪打中T-800的头部 让他失控 一头撞向护栏 此时 警察也赶来了 凯尔想逃跑 被萨拉拦住了 他们被带回了警局 确认萨拉 就是下一个被害的目标 警察将他保护了起来 凯尔呢 则被当成疯子 关了起来 穿越这种事 也太扯了 T-800回到处处 处理身上的伤口 下面让薄言聚聚讲 这件呢 我们T-800是淡定地 切开了胳膊上面的伤口 露出里面的钢铁骨骼 随后到了卫生间 取下瘦伤的眼睛 戴上的墨镜 拿上的所有武器 直奔警察局 他要求见到Sara 但是呢 却被门卫直接拒绝 于是便留下T-800系列 最经典的一句话 我还会回来 于是他扭头就走 随后撞开了警局大门 双手持枪 剑人就剑 那是顿时血血的整个警局啊 他一间一间寻找了Sara 顺手扯断了电源 整个警局瞬间一片漆黑 凯尔趁机干掉了看守 顺利找到Sara逃了出来 两人躲到了一处桥梦之下 凯尔顿时说出了Sara 教导儿子的话 竟然让Sara终于相信了他 凯尔和Sara说起了未来的世界 人们只能在夜晚活动 食物是特别短缺 稍有不慎 就会被机器人屠杀 Sara儿子的出现 给人们带来的希望 等到第二天啊 这两人是终于来到旅馆 这会儿的T800通过Sara通讯录 找见了Sara母亲地址 碰巧Sara打电话过来 T800竟然还会变声 他用Sara母亲的声音 骗过了Sara 于是台面骑上的哈雷 直接先去寻找Sara 而在另一边呢 这凯尔同样也回来了 他购买了一些材料 叫Sara做起了炸弹 两人是顿时聊起了天 顺带还来了一场 这个深入的交流 门外的狗突然开始狂吠 而在T800赶来之前 他们抢辆车立马就跑 扑了空的T800 骑上哈雷赶紧追啊 一通早智之下 卡尔顿时点燃的炸药 一个又一个丢了出来 可是我们卡尔的命中率 实在也太低了 这一个都没打中 胳膊还被中了一枪 当场晕了过去 T800一枪打碎了Sara的后视镜 让Sara看不清自己的位置 眼看就要被追上 Sara一个左打顿 把哈雷挤到路檐上面 哈雷一路火花带闪电 直接飞了出来 失控的汽车 同样也被撞的 大头朝下 T800那是刚想要起身呢 一辆油罐车顿时迎面时来 直接从他身上压了过去 他抓住了车底 逼停油罐车 司机下车查看 被直接一圈打死 他一拳一拐走向了驾驶室 一张机械大脸顿时露了出来 吓得副驾驶 打开车门就好了 T800扫描了一下油罐车的结构 离合挂挡 踩油门 掉了个头 直奔萨尔跟凯尔 凯尔这会儿正好被押住 而就在危机时刻呢 萨尔尔奋力把凯尔拉了出来 两人那是撒腿就跑啊 可是 这两条腿哪里跑得过四个轮子 凯尔那是突然摔倒 他让萨尔赶紧逃跑 随后点了炸药 丢进了油罐车的排气管里 接着 他躲进了旁边垃圾桶 随着引键燃尽 油罐车瞬间爆炸 顷刻之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T800是变成了火球走了出来 而没走几步呢 便直接倒在了地上 劫后鱼上的萨尔大口船的苏气 他回了火场寻找了凯尔 这会儿的凯尔 同样也从火中走了出来 两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庆祝战斗的胜利 可是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啊 被烧成钢铁骨架的T800 同样也从火中走了出来 两人只能迅速逃跑 萨尔瓦开了玻璃 打开门 这眼看就会被追上 他及时关上了门 凯尔把大门紧紧地锁住 两人是躲进那间厂房里面 而为了混淆视听 凯尔启动的所有设备 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T800是不断地撞门 终于把门撞出了一个大窟窿 T800伸手就打开了门 萨尔是突然爆发 驾起凯尔就跑 运行的机器 让T800寻找不到 萨尔和凯尔的位置 难料了 这萨尔不小心碰到来 T800是瞬间锁定他们 两人推上楼梯 凯尔让萨尔赶紧跑 他举起棍子 对T800头部直接就是无连机了 T800是头都被打歪了 但是却一点事都没有 大手一挥 他打掉了凯尔的棍子 直接赶到了凯尔 凯尔是悄悄点燃的炸弹 插入了T800的腰间 只听见轰了一声 T800被直接炸得一分为二 凯尔同样也被炸上了西天囊 可是啊 这萨尔还没来及伤心 被炸的只剩下上半身T800 突然坐了起来 朝着萨尔直接爬了过来 腿受伤的萨尔赶快往前爬呀 他爬进了一条缝隙间里面 T800那是紧随气候 随后 这萨尔关上栅栏 T800伸手抓住了萨尔 萨尔是挣扎的按下按钮 叶压机瞬间启动 一阵电脑闪波 把T800当场压住轮处被踢 救护车那是终于赶到 他们把萨尔抬上了担架 凯尔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应有就义了 而到了几个月之后呢 我们萨尔怀孕了 原来啊 这未来的救世主 其实就是他和凯尔的儿子 虎父无犬子嘛 怪不得能带领人类 让机械战甲同样也为之恐惧 然而啊 未来世界又派来了 更加厉害的提前 这可是一个液态金属机器人啊 他们能躲过追杀吗 我们下期接着讲 本篇叫《终结者1》 本期问题 大家想去去看《终结者》系列吗 想看扣三个六 人多咱们就去去做 80年代的卡梅龙 仅仅用650万美元 就拍出了这个 让人震撼的科幻大片 不愧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话说是把金格的身材 真让人羡慕啊 第二部的液态金属人提前 那才叫一个强悍 金刚不坏之身 各种变形啊 嗯 是的 本篇好看 推荐去看原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选中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 拜拜